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我要的是 好,我一样重新到开放资料 所以我就到Google 然后接下来输入开放资料 然后接下来在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我就输入什么呢 台湾电力公司 因为他的开放资料 他的开放资料 好,一样我去找由多排到少 浏览次数由多到少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 这边有一个台湾电力公司 乡镇市 乡镇市 别的用电统计 可以吗 就是他已经做到各乡镇 的一个统计 这个资料是比较好的 怎么讲呢 如果他给你年的资料 我跟你讲 他一定有给你年的资料 用电统计 年 年的资料 大概这里面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啦 年的资料好还是这个 不对 我应该这么说好了 一整年的用电资料比较好 还是那个 例如说 每个月的用电资料比较好 每个月会比较好 就是给的资料越细越好 甚至最好是到一户一户的资料 因为那个一个一个的电表资料 如果你能够拿到 那是最好的 有听这种我在讲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拿资料 例如说登革热资料 我拿到各县市的登革热的统计资料 这是不是一定会有各县市的卫生局 他们会创造出来 还是你觉得拿到个案资料会比较好 当时个案资料会比较好 这样知道我现在所讲的 你能够拿到越细的资料 你可以做的分析越多 甚至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我做到那个各厢市证 的一个数字的统计 用电量的统计 假设我希望就是把那个发电厂 盖在用电量最高的那个厢市证 对不对 那如果你拿到是线的资料 线市资料 你只能推估说 那我应该把发电厂盖在哪一个县市 盖在哪一个县市跟盖在哪一个厢市 这就是不一样的意义 这样了解吗 好那接下来 我就想要告诉各位 这个台湾电力公司 相正式的用电统计资料 点下去之后 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检视资料 好我就直接先点它 这个是下载资料 好它就下载下来了 下载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资料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就说CSV在这个地方 Excel它在这个地方 ODS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它这边是不是说 它这边是不是说 这个档案 在下载网址在这里 有看到吗 可是 可是它是ODS的档案 你刚看到很多很多 就是那个Power BI 它就是没有支援ODS 好这是比较可惜的 所以现在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先选它 我要先选到这个网址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例如说打开网址这边贴上 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 额外我要先做一个小动作 就是把ODS这个档案先抓下来 抓下来用Excel打开 打开完毕之后 我要存成Excel的档案 或存成CSV的档案 可以吗 所以等一下这件事情 我会做好给你 好等一下你会知道为什么 那接下来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因为我已经抓下来了 抓下来 一样会放在下载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还是 这个档案才抓1K 它只是在说明说这个网址在哪里 那个网址很可惜它是ODS Open Data O就是Open D就是Data 的那个系统 可以了解哦 它不是一般我们知道的什么CSV JSON XML 或者是Excel都不是 好 那现在这个档案呢 我快速点两下 打开来给各位观看一下 所以我用Excel打开哦 确定 它还在开 还在开 我等一下是要给你这个档案 因为我一定要稍微整理 一下这个档案 好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请注意 它是一个 这个是年 这是月 就是一个月一张资料表 可以吧 一个月一张资料表 请问这是不是又回到 回到就是说各位在整理资料 你是不是也是先做月报表 对吧 这很正常 一个月一张资料表 好 那内容是什么 就是全台湾各行政区 全台湾各行政区 例如说 这边有用电种类 然后那个有多少用户数 然后那个这边 这边就是电 这应该是电数 这样可以了解 度数 电的度数 可以吗 大概知道这个内容 好 请问一下 五月是不是要再整理出一张 六月是不是要再整理出一张 依此类推 反正我每个月是不是都要整理出一张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我们要用大数据分析的工具来分析它 你们这样会比较有感觉 你接下来会遭遇到什么问题 你要分析资料 是不是就会想把104年的五月的资料把它全选 然后全选 全选会吗 我还会做快速键 然后复制 然后贴到贴到这个的最下面 你看这下面还有这个 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然后把它贴上 贴上 然后再拉到最下面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选到它 布置 然后贴到这边 贴上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边假设有非常多个档案 你是不是要做非常多次 你要做多少次 假设这边有100个档案 104年到 现在应该是 109年 对不对 至少 至少104年到 108年的12月 5、6、7、8、9 整整5年 60个月 再加8个月 4月到12月 是不是8个月 这里面有68个月的资料 你要做68次 复制 然后贴过去 对吧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能去做什么枢纽分析之类的 好了 我现在我要先还原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是要跟你们再继续分享一下 你现在这个资料还不能这样做 你现在还不能直接做下去 因为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现在等于说我要告诉你什么叫自动的union 刚刚那个动作啊 刚刚那个动作合并资料 好 你是手动作对不对 我现在要把它自动做 我现在要把它自动做这件事 那可是自动做这件事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哦 你所有的这个栏位 栏位的内容要一模一样 如果只要有一个不一样 他就没办法帮你合并 好 可是可不可以增加 可以增加 就是说假设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这边有一个叫做 那个限制 限制 假设有一个叫限制 这个资料表 这边 这边没有限制 没关系 这样了解吗 可是你不可以 这边叫邮递区号A 这边叫邮递区号B 这样子的话 他就并不起来了 好 所以为了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哦 所以我现在要先动手 手工做一件事情 我把所有的 所有的 资料表的标题 所有的资料表标题 统一都用 104年4月 这张资料表标题 可以吗 所以所以我现在要点选它 就是我先选到104年4月 那个标题这几个 然后接下来呢 把104年5月 然后一直到最右边 这些工作表选取起来 然后直接去做选择信贴上贴值 听得懂我意思哦 每一张资料表标题都固定了 接下来 我现在是不是选到 选到所有每一张的资料表 我要再做一件事情 从第一张资料表到最后一张资料表 到最后一张资料表 我现在用的方式是工作群组 不知道各位以上守不守 然后从居栏开始到后面 我全部刻意手工做一个删除 因为真的 他有时候 他就真的多增加几栏的资料 这是没有意义的 变成说假设你今天 那个好像是某几个月有 然后某几个月又没有 这样子的话 其实资料你提供出来的资料 会让计算的人误解 好像感觉 那几个月是没有资料的 没有发生这件事 没有用电这件事 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所以干脆我们就都不要了那些资料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这些资料呢 我还必须要一个一个去把它存 存存成什么 一个一个去把它存 好 档案 另存 我建议 我建议是先 我先做到 因为我这边没有 第一叠 我只好在西叠底下 创造出一个资料夹 叫做 好 台湾 电力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资料夹 然后这个档案呢 这个档案我就取名叫做104 104 储存 确定 然后接下来 这个档案呢 档案 另存新档 存成什么 104 05 有听得懂吗 就是我在我这个 C叠底下 本机 C叠底下 有一个资料夹 叫做 这个 它分别 因为 CSV它一个档案 就只能存一个 这样了解 我为了要等一下 能够直接合并 所以我先做 三年的资料 给你们看 当然在这个地方 以我做法啦 我会把它 写一个VBA 我就很快就做完了 另存 档案 另存 因为我现在做的动作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 当然可以写VBA 档案 另存 浏览 104 10 我只做三年 剩下的 晚一点 我再做 104 11 104 12 是 VBA就是聚集 好 可以用 Ecell的聚集 来去做 只要是 相同的动作 你只要做两次以上 欢迎大家 再来学 另外 我开的 办公室自动化 就是在讲 这件事 那个英文 就叫 VBA 可以了解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 只是都讲英文而已 没有讲中文 我刚刚做到 多少 10501 10502 组传 我刚刚好 10502 做错 10503 做错了 10503 是这一个 这就是用人工做比较不好的地方 10504 好 那我想 就请你们 至少先做一件事情 先会去下载 这个档案 知道吗 因为它是ODS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 稍微知道一下 我会继续把它做完 请你们先找到那个 台电的各行政区 各年用电统计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假设 假设你现在已经做完了 做完了 刚刚 这么多年 每一个月的档案 你都把它变成CSV了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现在 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到我的网址去下载 下载 在这个地方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入门的 范例下载里面 你会找到一个 就是台电 台电的一个资料 这个档案 请点它 去做下载 请点下载按钮 请去做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呢 下载完毕之后 就麻烦请你 因为我下载下来 还是放在下载里面 对不对 所以就请你 直接把它解压缩 会做解压缩吗 然后直接点解压缩 好 等于就是说 你要知道 这一个资料夹路径 里面有一堆的档案 就是一个月 一个CSV的档案 都在这里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现在只在做这件事 然后记得 记得 未来 如果你取得了107年的资料 也是要把那些资料 直接丢进来到这个资料夹底下 你就重新整理 你就算完了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所以你如果说 你手头上有各月份的资料 那你就按照我现在这种方式来去制作 保证你可以做出你想要的资料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下载 而且解压缩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进行 这个数据取得 然后接下来做分析 所以当第一件事 打开桌面上这个Power BI Desktop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现在取得资料 又是另外一种取得资料 之前我们用取得Excel资料 对不对 之前我们用取得Excel资料 有交过吗 还有取得什么 网址也交过了 还有取得CSV也交过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交另外一种 在其他 其他 档案里面还有一种叫资料夹 这是蛮特殊的 只是你可能要知道 可是我觉得档案里面还有一个PDF 它也是很特殊的 只是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你分享 意思是一样的 你自己可以去把那个贵公司的年报 这个档案取得进来 你看看它会变成什么 它不会取你的那个文字 它会去抓你这里面的表格 所以这点请各位注意一下 好选档案底下的资料夹 然后点选连接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流览 你就要去找到 我是放在本机的下载的这个资料夹 对吧 的这个资料夹 好 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反正 反正你就要选到正确的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没有 是这个资料夹里面才有 确定 确定 然后就会告诉你说 里面 你看这边有非常非常多个档案 好 非常非常多个档案 有没有看到104年4月开始 一直到105年11月 但事实上我已经给各位的档案 到106年12月 未来可不可能再增加进去 当然有可能 好 然后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在依照里面 你在依照里面 你给予的档案的内容要一致性 你不要变来变去 真的不要变来变去 例如说好了 我每个档案的最下面都会有一个不是记录内容 记得吧 刚刚那里面这每一个最下面都会有一个怪怪的 好 我们叫做灾药 我们叫做灾药是不是 就是解说一下这张资料表 这好像是很多人在做资料表 会有表头 就是档案名称 还有下面会写灾药 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删掉 你不用在依照里面叫出来一比一比二三 直接我们在Power BI里面 我们就把它删掉 好 首先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只有取部分的资料 这是你要知道的 你不要觉得说 奇怪 我总共假设有100个档案 它怎么只呈现20个档案在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这边不是点载入 而是要点什么 黄色 你有没有看到黄色 黄色这边 合并并载入 什么叫合并 就是Union 这个单字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档案104月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继续把那个档案104月 贴在它的下面 对吧 是不是贴在它旁边 不是 贴在它旁边 这叫CrossJone Jone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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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呢叫做Union J-O-I-N J-O-I-N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点合并并载入 点选合并并载入之后呢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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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下面它就会在讲一个星是什么意思 两个星是什么意思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不过这应该把它变成全部都是 都是什么 全部都要把它变成都是数字 那因为这个一栏是数字 用户数一定是数字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只能把这个东西视为是空值 这样可了解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看看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想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它是先用文字读入进来的 像你看这个明明是数字嘛 它为什么靠左边对齐 它就是先把每一个资料都视为是文字 不会破坏它的格式跟类型 好了 确定 你看 你这样是不是节省了好多时间 不用在那边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只是 只是你刚刚 我帮各位做了一件事情 存档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吧 对不对 对 好 接下来出现什么 出现什么 他说 载入资料有33个错误 我们总共几个档案 我们总共 我刚刚我们合并了几个档案 算一下好不好 4月到12月 2014 104年4月到12月 是不是9个档案 9加12加12加12等于多少 33 对 那代表可能一个档案会有一个错误 对吧 有听得懂 就是你要去 我跟你讲 真的 你慢慢的 你慢慢 我不想你们喜不喜欢去查研观色 然后看这个人怎么样 透过这种数据分析 很多的蛛丝马鸡可以去得到一些应该如何互动的方式 这样知道吗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 假设今天你看数据 你第一件事就是先看分布就对了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这习惯 我们就先把分布调出来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才会继续来去做分析 好了 可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们要学就是要再把那个错在什么地方找出来 所以我们来去看检视错误好不好 原则上这边点关闭就好了 因为 你也没得选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了解错误错在什么地方 所以点选这个检视错误 他其实现在开Power Query 还不开出来 还不开出来 在这边 他其实已经开出来了 在这边躲在后面 可以了解吗 躲在后面 刚刚是 刚刚已经开了 好 我重点要讲这边 好 请问一下 他刚刚是不是有33个错误 33个错误 好 我们先拉到下面这边 他说 这一个 这一个档案 9226 就是第9226笔记录 然后 游递区号 是A rule 有听懂 他的 就是这个地方 他认为是错误 错误 好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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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那个 就是 我刚刚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 104 104年4月 这个档案 的 第9926笔记录 那就是 9227 这个 这个是对的 他认为 这个 是对的 这个 也是对的 这个呢 邮递区号 在哪里 哦 这个是邮递区号 他认为 这边 都是数字 可是他放了一个 不是数字 这样了解吗 他认为这是错的 有听懂 等一下我再教你把这些 把这个内容 啊 给删掉 因为他 错了嘛 我们里面 当然要做一些 资料清理 就是把错的资料删掉 一口气把它全部都删掉 合并之后 我们再来删 这样可以了解哦 那一个档案 每个档案的最下面都会有 都会有 那来看最下面 最下面这边 咦 2月 5月 5月 也是 也是 9227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因为 该年 这个行政区啊 这个 这应该是行政区啊 是没有变化的 这样可以了解哦 就是都是 9226 个 行政区 就是 台北市 是不是有 12个行政区 这样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 意思吗 好 那 在这个地方 稍微知道一下 反正 每一个档案都是 在那个最下面这边 产生错误就对了 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 如果他这样做 没有问题 我暂时先不讲 我暂时先不讲 这件事 因为等一下我要把 错误的邮递区号 全部都删掉 对不对 我只留下面这些正确的 因为这是错误嘛 好 我们先关闭 并套用 这边是不是就把资料全部带入进来了 你不要小看我现在教的这件事情哦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 呃 告诉你了一个很好的工具 然后可是你回去 你的资料 都不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 对吧 可是你 你就是有每个月 每个月的资料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你要怎么把每个月资料 又再合并起来 然后走到可以把资料 喂进去 这件事情 重要 很重要吧 如果你 都无法取得你这个各个月的资料 到时候你怎么做分析 到时候你怎么做分析 你就还是不做分析了 有听懂吗 我的目标是要走到应用 可是我遇到的最多问题就是 老师我还是不会应用 那是因为卡在第一关 你没有一个 像我那天已经给你一整张干净的资料表 对吧 但是至少你现在有一个月一个月的资料 然后怎么再把它合并 因为你一定要合并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把它变成大数据 然后才去看到大数据 原来我们是要分析一些趋势 然后分群 你才能走到那一步 这样了解 好 请你们现在一定要动手做到这边 你不用去检视错误 你知道最后那个动作点关闭 你就可以做完取得资料了 首先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去做一张资料表 一张什么资料表 就是说各年用电量 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 10503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年 这个是月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这样子来去思考 干脆我们就用soul's name 当作是轴 然后去把这个用电量加总 用电量加总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个用电量加总 可以吗 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 建议这个名称最好是由小排到大 建议这个名称最好是由小排到大 可以吗 因为我们是103年4月到103年 104年的4月到104年的5月到104年的6月 可是这样分析其实都不好 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改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什么 依照soul's name 来去做排序 然后接下来是递增还是递减 递增 所以这边是不是会看到104年4月 104年5月 104年6月 大概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可是通常我们在呈现这个报表 我们现在只是呈现月报表 对不对 我们应该是要从年报表开始来看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回归到年要怎么看 就要开始 就是要写一些韩式 而且我要告诉各位 所以我们现在写的韩式呢 最后最后 你是不是要去放2017年资料进去 他会全部套用你现在所有写的韩式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这样知道吗 你就不用再重做了 好 所以在月的分析里面 你大概可以看到 暑假夏季是用电的高峰 可以吗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 好 可是我觉得我们稍后晚一点 我们要回归从最原始的开始分析 因为我们一定是先关系 各年的用电情形是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再看各县市 县市要怎么办 要并别的资料了 对不对 这边台电他不管县市 他管的可能是行政区 那你要如何去再把它套回来 县市 这都必须要再跟你们做说明 好 请你们现在简单的做这张资料表 然后我们下课休息 50分 10点50分 进来再继续上课 好 那我们刚刚其实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是想说我们要下课了 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跟你们分享 现在你看到这个资料 其实它是一个个月用电的一个统计 对不对 好 无分什么行政区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只想再想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看到7月 6月变到7月 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7月变高很多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件事情 可以吗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去看 为什么减少 对不对 所以请问 这应该是很直观 就是你画完图之后 你要去解读嘛 好 其实我们台湾用电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用电的行为模式 我们虽然只拿了三年 但是我可以觉得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循环 它的周期性几个月 12个月 可以吗 那在这个地方冬天 冬天天气最冷的时候 它的用电量可能是比较小的 因为当用电量很高的夏季 我们要吹冷气 可是当今天温度比较低偏低的时候 有些人是不开暖气的 对吧 这样了解 因为不需要 不需要 好 所以在这边有一个周期性 所以请问你 你要进一步的去看这个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 增高 是什么地区增高 还有什么样的用电 用电的性质增高 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分析 找出分析 此分布的不同之处之类的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很抱歉 因为这边 这边它看不出来前后的关系 这是目前现在的一个困扰 目前的困扰 例如说好了 10407 它首先104 这种你就看不懂 它是2015年 对吧 真的 它没办法从104 想到它就是2015 这样了解 而且它还是点CSV 点CSV 它都是点CSV 它就没办法去判断出来说 这是7月 好 我现在 首先我要先把资料 我要先把资料 来去做一个错误的资料 要把它删掉 怎么删呢 在常用 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的资料 看一下我们的资料 TWELEC 台电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你这样看 应该都 呃 像这个地方 有没有错误 这个地方没有错误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没有错误 因为它都是绿色的 有看到吗 绿色就是百分之百 都是有效 那0错误 0空白 可是刚刚你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刚刚我们不是有33笔错误吗 它在这边 它直接 过滤掉了 它放在这里 它放在这里 这样知道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 我们现在运算的资料内容是 没有那33笔错误资料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所以我们现在 首先我们算的资料 是正确的资料 没问题 好 接下来 我就关闭并套用 因为这边完全没有做任何修改 因为每一列 每一个栏都是正确的 接下来 第二 第二 我们要来去把年做出来 年怎么做 首先我们是不是看到 这个105它其实就是年 105它就是年 好 可是我要把这个105取出来之后 加1911 对不对 它就变成西元年了 请问为什么大家全部都要统一变成西元年 因为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大约我们资料是不是要合并 资料 除了现在Union Union 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 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我要收集全台湾脑中风病患资料 你可能要去跟 例如说长庚医院收资料 可能要跟台大医院收资料 对不对 那你觉不觉得有可能某些医院他用民国纪年 有些医院他用西元纪年 对吧 那请问你是不是要资料的标准性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标准 几乎都是沿用美国所写出来的标准 所以我们都会使用西元来做纪年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所以你到时候你拿到资料可能有一种错误 就是民国要转成西元 这种错误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等于说我要做 它是哪一年的 所以把年做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把这个 soc.name的前三码取出 然后再加1911 所以在这个地方滑鼠右键 请问这边是要用新增量子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子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因为我每一笔记录我都要把它归属的年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是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放年 好 好 那 请问一下 这个10503.csv 我要取出左边的三码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要用l1这个函式 left 输入了l1有看到吗 上下你去找 找到了left 然后tap键 请问我接下来放的文字 是不是我要放这个soc.name 所以一撇去呼叫 用一撇呼叫资料表 一撇是呼叫这张资料表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 资料表秀出来了 然后这个叫蓝位 蓝位跟资料表就是下面这边不是只有一个 蓝位只有一个嘛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颜色是整个全部都是浅浅的 代表全部 这个就是资料表 可以吗 好 各位要知道白色就是没有资料 没有选到对不对 白色就是没有 黑色灰色就是代表有资料 好 所以这个图示都是有意义的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选到它 所以上下方向键移到soc.name 然后tap键 接下来我是不是文字设好了 是不是要打这个d号 看不懂 逗号 然后我要几码 3码 好 请问如果万一台电它公布民国98年的资料 请问要用2码还是3码 负责认的态度一定要用098 3码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听得懂 可是如果你看到98我可以推断那个年代 那一个做这个资料库的人 他不是资讯背景出身的 听得懂吗 你要知道 连现在公家机关的资讯人员很可怜 几乎都是什么 几乎都是什么 兼做的兼职的 就是好像对资讯稍微有点兴趣的人 他自己本身有业务 他自己本身的业务 好 因为太多单位都需要资讯人员 但是没有那么多资讯人员 我当年我也考过 我考最高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宪法跟英文 真的 因为我考我选择那个 我选择那个叫做 第四级等 我有忘记的时候 很多都是选择题 选择题叫靠真功夫了 你要是叫我掰作文 我可以掰得很好 听得懂吗 好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个资讯 这个资讯 其实还蛮重要 你这边前面没有做好 你后面要花好多好多的工 在做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是非常不好做的一件事 好了 记住 反正这边 如果他真的资料台电愿意公布 再往前推的资料 他其实 例如说99年98年 他应该是098 这边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改才对 好了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3 然后接下来呢 又刮胡 又刮胡完毕之后呢 我是不要 因为他取出来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例如说105 所以你就直接加1911 请问一下 1加1等于2 对不对 A加B等于AB 这样可以了解 这个加在这个地方 数字的加法跟文字的加法都通 只是你要稍微知道它不太一样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一下 inter 这样子我们就把年都算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 用这个年 好 例如说 我来去计算 年 可是这个年不可以放在什么地方 值 一定要把它翻到轴 然后各年的用电量 你看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可以吗 2015年是长这样子 2016年长这样 2017年长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分析就可以看到说明增加的情形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明增加的情形 因为2015再过来是2016 再过来是2017 你可能会觉得这边很讨厌 其实还是可以再做调整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分析会比刚刚的分析更有意义 他这边分析只能分析说 这个分布的不同之处 可是这个分析他可以分析跟前一期来去做比较说明增加的情形 好 这比较重要 例如说当你点下去2015变到2016 好 这是这个说明的备注的说明 好 说明增加 你看哦 他在这个地方 他说这两个是增加最多的 这两个是增加最多的 然后还有一年来看 好 这个是年来去看用户数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是什么 高雄小港区增加最多 可以吗 现在能看的也就只有这些 好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增加一个韩式 我写在白板上 我们接下来可能你要知道 我们这边这个值放到轴这边 它就变成什么2015.0 2015.2 2015.4 好 我们不要这个什么点几 所以我们其实要把这个算出来的 算出来的这个数值啊 定义为文字 怎么定义呢 首先常用 常用 常用 常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隔壁 对不起 不在常用 在模型里 模型 针对这个粘 针对这个粘哦 模型 你要先点这个粘 然后把模型里面的资料类型 改 改成什么文字 然后因为它是文字嘛 所以 请用排序的方式 依照年来去做排序 然后是地增排序 那因为它已经是文字了嘛 因为它已经是文字了 对不对 好 滑鼠右键分析 你看 就会找出此分布的不同之处 有看到吗 因为它已经是文字了 文字它不具有连续性 连续 知道吗 所以 不晓得你们 觉得说哪一个分析是比较重要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 刚刚是不是看到那个 2016年小港区是不是增加最多 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 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 好 就是说 各行政区 各行政区 它的一个用电量 好 所以 等一下我想 我要在这个地方 秀出来 那个 2016年 就是 我应该是说 就是 主要 主要各行政区的用电量 前10名的 我秀在这个地方 然后重点我要去看 2016年 你要看到小港区 它增加是最多的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来 那就麻烦请你们 先把这个年 的这个资料类型改掉 这种改法是最简单的改法 可是到了进阶 我会希望你改成 年就是年 月就是月 所以 换你们帐所做 换你们帐所做 换你们帐所做